大家好,歡迎回到即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在我身邊的嘉賓,是邀財政圈研究部的經理 靖耀輝Stanley,你好 Stanley,這一節先解答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個家庭觀眾是Steve,想問你這隻338,就是上石化 他在2.04元先拿著 現時來說,牙僵價1.91元,今天跌超過2% 他問牙僵價怎樣做,想指示離場 還是有機會回回家向 上石化這個股份挺有趣 因為基本上公司過去的時間,有很多概念 甚至你可以說公司之前都是上次貧業績 都可以說是順利做到規短營 甚至公司又遵守之前的承諾 有盈利的時間,就派息 這些又是OK的 還有公司本身 你可以說,自從中石化有比較多的搞作之後 市場上,對於公司來說,都有些憧憬 即是中石化那邊,將一些下流的業務 又叫做民營化,引入這個文資 這些部署,大家覺得在之後的時間 對於一些叫做子公司 都可能有機會受惠 但問題是,股價方面又不好受 在股價方面,你會看到 在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反而股價真的跌得很急 甚至乎,如果跌低過 這位家庭觀眾的賣入價 實際上,在過去一段時間 你問我的話,基本上是查消息 近日來講,就好像 開始沒什麼特別的消息支持之下 股價有些調整,我覺得都不出奇 但如果你有貨,我都會建議你先拿月貨 因為其實這個上石化的走勢 都真的幾波動一下 其實這一刻,我都會暫時建議 你不妨先頂到指示位 你先找一個百毫半這個位置 他不穿的話,就先拿月貨 但上面來說,看看有沒有特別的消息 因為其實上石化過去來說也是 其實不單是他 上石化、移青化鉛的一些股份 基本上都是很跟著消息來走 所以當有消息面這個情況出現的時間 股價可以走得好,很離合都說不買 上面上資下,不穿一個百毫半 我會建議你先拿月貨 而現在這一刻,可能是短線點的目標價 看看兩個人在這個位置 好,感謝家庭觀眾,鄧先生的電郵 另外,我們解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李小姐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麻煩你,Stanley 我想問1030,如果沒有貨 應該是誰買入 好,1030的新城發展 電郵集8.7% 聲韌超過1% 沒有貨,想買 怎樣部署好呢 這隻賭牌 這隻賭牌都好像多了人留意 因為其實就不止李小姐 就是,我推銷其他節目 基本上都有比較多人開始留意這隻股份 嚴格上公司的規模都比較大 還有印象中公司在長三角那邊 做一些叫做房地產的 而且比較上綜合型比較多 我覺得基本上甚麼都做一點 還有市值方面都比較大 我覺得這個範疇本身 他都算是一間巨規模的公司 但問題是,李小姐 現在這一刻股價雖然很漂亮 你看圖,似乎做到一個原理的形態 都不排除 可能可以再試一試 九號二、九號四這些位置 但問題是,現在這一刻 他的價格是八號七 你要博幾格上落的話 其實這一隻,你覺得值不值博呢? 我覺得機會是有 但就不見你這樣博 因為始終內房板塊 其實你可以說這幾天的時間 都收到很多好消息 支持之下有比較好的表現 但問題是,你說限扣令這個政策 是不是真的會叫做撤銷呢? 或者叫做是否鬆綁呢? 我自己覺得不會的 所以變相之下這一陣的反彈 我覺得是比較短暫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這一刻 你未買貨而博而想買貨的話 不是不行的 但問題是,看緊九號二這個位置 穿了的話,我都會覺得 你可能先賺錢 下面來說的話 現在這一刻 以八號四再指示位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李小姐 我想問問 是,問哪隻話?李小姐 好,多謝你電話 另外下一位家庭觀眾就是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你好 陳小姐你好 我想問1299 有貨嗎? 是,我本身有貨是37.5元 現在好像突破了 想問一下有沒有機會升 還是放了它 好,就看到了 突破了38元的位置 現在是38.05元 今天最高見過38.45元 是,之前股價表現 跌了下去之後 比較沉悶一點 但慢慢緩慢的動作之下 升到38元樓上 怎樣做? 要不要先走了? 我想阿力哥都知道 我對這隻股份 都比較上是相當之樂觀 不是現在這一刻說的 之前都不斷說 這隻股份其實低又買 不怕的 因為業務的發展 公司本身 在過去這幾個 叫我是貴度 都變得到 叫我是很令市場 就是它的說服力很足夠 所以變相之下 現在這一刻 其實你說突破了沒有? 我給你一條線 我給你一條線 給你看一看 因為事實上 你現在這一刻 沒錯 今天來說 都突破了一個比較 比較長線的 一個的阻力位 突破了 但似乎 在今天的時間 暫時下來 但以圖來說 現在這一刻 阻力位在大概 三至八個二和半 這些位置 你可以看看 這個價位 能不能夠在早上的時間 上回去 但如果你以一個 基本面去看的話 這隻我覺得不差 反而我建議你 有貨的話 拿緊它 我覺得這些價位 有機會再試 之前這個位 四十元這些為止 另外 家庭觀眾還有沒有 其他股票問題? 我想問公商 可以不可以 好 公商銀行 你本身有沒有持有? 有的 我4.56 現在應該放了 好 有利潤在手 所以才行離場 但我好奇想問一下 家庭觀眾 你打算是短線還是長線? 中線左右 明白 最主要就是 其實你買這些 來人版塊 我以往來說 其實不建議短炒 但近一年 除外 因為基本上 現在這一刻 你買來人版塊 短炒也挺有趣 因為它都有 差不多的波幅 還有這個版塊 其實你現在這一刻 這些價位 你拿著它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因為始終公司 似乎他們派息的情況 都算是挺不錯 今次的業績 其實你可以說是OK的 即是不是差的 即是合理水平 我這樣形容它 所以變相之下 這些價位 我覺得你不妨可以先拿著貨 但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 其實你看回公商銀行的股價 嚴格上 其實在4.8這個位置 開始遇到一些阻力 即是假設本身 想著是 可能短線炒錯 炒過上落的話 其實這些價位 你見到突破不到4.8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先人減辭 但你說不要緊 你可能覺得 收息都不錯的話 其實你的賣入價 相對來說 都比較低 所以我反而覺得 就是 以這個股份來說 短線炒錯 也可以 看4.8這個位置 能否破到 長線的話 我覺得你的賣入價 相對來說都比較低 所以變相之下 我覺得這個決定權 可以加分在你手上 你喜歡短線的 現在這位 不知4.8的話 可以先估到貨 長線的話 拿著也可以考慮 好 謝謝陳小姐電話 下一位家庭官員 是林先生的 林先生你好 是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是 我想請假 SIR 那隻1335 1313 是不是 潤泥 是 人寶 人寶 人寶1339 好 就想請假直SIR 現時3.14的位置 怎樣做好呢 你可以這樣看法 本身人寶的走勢 你也知道 過去來說 我對這個股份 看法都比較上 是挺審慎的 因為論增長 他又真的及不上這個 這個叫做中人寶 甚至乎 好像平保 這時候可能比他比較好 偶爾比較好 但是又比平保 泰保這些 其實他的表現 就不算特別做得好 還有你都可以的話 其實一直以來 我有個概念 就是如果你預期要買這個 人寶的話 不如買財險 因為事實上 人寶的收入來源 大部分 都來自財險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要買 你問我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現在還未有貨 你想買的話 我反而建議你 可以選擇其他的股份 但如果你有貨 現在這一刻 你怎樣做法好呢 我都會建議你 暫時留意著 3.0半這個水平的位置 因為3.0半這個位置 你可以說是近期的低位 即他不穿這個價位的話 先拿著貨 但如果假設你還未買貨 我想買這個版法 看我去前景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 要麼選財險 再買的話 選擇像泰保或蘋寶這些 比較好些 謝謝家庭觀眾 林珊的電話 另外解決一下 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又是冤冤 就發了電郵 想問一隻579 經濟清潔能源 3.6買了 雖然今天跌下來 經濟清潔能源 跌3% 3.88的位置 但仍然都賺錢 那怎樣做好 需要先行李牆 其實這一隻 你可以在概念上 是OK的 因為始終經濟清潔本身 是北京市裏面 最大的潔淨能源供應商 其實那個公司的概念 比較不錯 但無奈就是 那份業績 其實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那份業績一般 是 比現時可能是 差一點 所以我都會建議 你現在這一刻 既然在賺錢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私人減遲 我先來 你看一下 他這一轉有沒有機會 可能落到3.7附近的時間 再買回來 但如果你是這個版塊 我始終都會選擇那隻 257 先是我的 我的致愛 我比較想看 傾向於選擇這個 257 或者是環保概念 首選的股份 這隻可否炒波幅 這隻暫時來說 難一點 當然 過去一段時間 它的走勢上 都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性 你見得到的 近期來說 走勢上挺波動的 但問題是 始終公司的基本面 我不會說是差 但問題是 短期的時間 比較缺乏一些炒作的誘因 所以相比之下 如果你要買這個版塊 也好 或者選擇這個概念 也好 我都會建議你選擇257 257 其實我覺得這些價位 都還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最理想的買入價 就是10元留下的失評 謝謝 另外 家庭觀眾淵淵 想問一下1788 這隻國泰均安 持有的 4.13元拿著 現在4.46元 今天跌超過3% 股價很好 大升了上來 怎樣做 消息是否真的理好它 讚展的話 要不施行離場 其實這些股票很有趣 每一次只要有些跟內地的政策 一些金融的政策 有些比較多的合作 他們的股價自不然升 其實都不單是它 你看看那一堆 好像新南萬角 其他第一上海 每次有消息 都會炒過菲洛夫 但問題是 當這些消息 最後證實了不是的時間 他們的股價自至自然 又會有些調整 所以這一轉 其實你可以說 這個消息 其實不是阿母 不過實際上 在年底之前 才有結果 但問題是 現在這一刻 既然沒有結果 我都會建議你 先能獲利 這樣比較好 4.13元 現時4.47元 現價就可以估 沒錯 謝謝 不如還有少許時間 跟Stanley談談事 現時行指升37點 到22569點 其指方面升53點 低水量 國企指數升70點 報1093點 今天國企指數也有升 但見到內地A股走勢 三大指數都要跌 上升總合指數 還有十多分鐘的收市 但現在跌15點 似乎三支箭射到香港 內地股市好像沒有反應 沒錯 但剛剛有觀眾打電話 先聽聽電話 張先生在電話旁邊 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你好 是 我想問二六二八怎麼看 好 你有沒有放的本身 沒有 好 21.75買得過 這些位置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 因為其實你說內險板塊 留得意的 內險板塊本身呢 我覺得今年上半年的情況 都可能差一點 當然業績上是好的 但這個你都可以說是預期之內 因為始終是前年的基數比較差一點的緣故 但問題是說今年上半年 我對於內險板塊的走勢方面 其實都比較保留 但下半年的情況 可能有些改變 因為始終我覺得 我自己自問 對於上半年那個A股的走勢 我比較上是覺得 比較一般一點 甚至乎可以說 多人處於一個叫做調整的階段 跌下去的空間其實不多 因為你可以說 來人這個板塊 我覺得再跌下去的機會又不大 但A股要升上去比較難 但問題是在下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A股會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這一堆的內險股 他們的投資收益 應該會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回報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說 內地那個叫做受險市場本身 現在這一刻 都開始比較多的一些扶持政策 開始湧現出來 特別就是可能是之後的時間 年間的改革 以及養老金的改革 是會進行的 所以其實這個板塊 我覺得下半年 會有一個相對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你未有貨而想買貨的話 我會建議一下 現在這些位置你可以先等一等 如果你有不介意等一等的話 這些位置可以等一等 如果有機會 可能回落到去 以四分留下的時間 我覺得這些位置你可以考慮一下 好啊 亦都多謝了張先生的電話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就是法律廣場的環節 會繼續跟大家聊聊市表演 問Stanley剛才所提及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啊謝謝 待會見 隨便 4分